由经济部工业局以及市府劳工局共同主办的高雄港湾建走区 在去年获得极大回响 今年9月下旬将再次举办 知行单位应援中心除了提供优渥的纪念品外 还加码提供日韩两国的旅游行程 让民众在运动之余也可以一起抢好康 上千位民众齐聚劳工公园准备开始建走 去年9月在高雄劳工公园登场的高雄港湾建走区活动 获得极大回响 今年经济部工业局及市府劳工局将这一次合作举办 我们今年的出发地点是在我们劳工公园 那我们沿途会经过我们的彩虹货柜的一个聚落 然后再来就是中央大楼 还有我们的高雄展览馆 以及我们的河岸沿岸这些美景 延续往年的建走活动以外 今年还加上了我们MIT嘉年华的活动 那现场会展示一些我们MIT的商品 另外我们应援中心的部分 也会展示一些印刷相关的技术 让我们参与的民众作为体验 连续两天活动除了建走活动外 还有精彩的舞台表演 应议MIT市集等 当中报名送的各项好康及抽奖赠品 更是不可不知 像佼佼450块以外 这些我们的民众就可以获得3000块以上的 价值的这些赠品 那包含我们的运动机能山 那还有我们的运动袜 还有相关的这些MIT的商品 那另外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你只要缴交450块 就有机会抽中日本跟韩国的 来回机家酒的这些机票跟住宿 从运动束口袋 运动毛巾 运动袜到机能山 每件纪念品强调是MIT台湾制造 尤其5S运动机能山去年推出就大获好评 不仅延展性加排汗功能更是一级棒 相当适合南台湾酷热天气穿着 夏天到了大家运动都会很容易流汗 那穿了我们的机能排汗衫之后 基本上就是舒适快干 那延展性也很好 那让这些运动的民众 其实他们会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2018高雄港湾健走去活动 即日起开放报名 民众除了亲自到 未在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的 印译五线报名外 也能透过eBay特网站报名 名额有限千万把握着难得机会 一起健走一起强好康 2018高雄港湾健走去 等你来报名哦 港都新闻王思武罗绍军 采访报道